影片開始之前還是要先跟大家講 聲新年快樂好不好 最後的年假就在今天的 不管是上班族啦還是一般的學生 正常來說應該都是明天開學或開始上班喔 沒有關係 打起精神來迎接開工的紅包吧 其實在創立這個頻道 跟粉絲專頁還有IG等等的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會視訊過來詢問多卡 到底怎麼樣購買東西會比較便宜 當然這可能是買遊戲買周邊或者是買主機等等的 甚至呢有些人會到很多不同的地區 就是不同的國家來詢問多卡說 那我在日本在美國在歐洲的哪一些國家呢 購買這個Switch跟周邊到底會不會比較便宜喔 今天呢不是要針對這個問題來做一個回復 今天要來分享的這個主題呢 叫做機會成本的一個概念 那希望呢以自己比較減排的方式 來去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這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如果說呢對於這個概念有多一點點的認識的話 其實買東西喔 怎麼樣可以買到最便宜 相信會有不太一樣的見解 那麼如果喜歡這樣子的一個系列的話 也歡迎訂閱一下羅卡號CCA的頻道 追蹤FB跟IG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就開始吧 講到如何要來買到便宜的東西喔 最近有一款遊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follow 這款遊戲呢其實出了有點久了 6年以上了 但是 他最近的熱度喔 完全的被Switch這台主機給拉起來 而且連PC版的熱度也都被拉起來了 這款遊戲呢就是 大家應該不太陌生才對 暗內破壞神3喔 那這款遊戲呢為什麼拿來當今天開頭的一個素材來講喔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這款遊戲啦 在前陣子呢 羅卡有一個好朋友叫迪亞 然後這個迪亞呢跑去電玩店買了這一片遊戲 他當時買回家之後呢就詢問我這一片遊戲買了多少錢 那我說記得是1000多塊 絕對不超過2000 這位朋友就跟我說 啊怎麼辦好像有點被坑耶 因為我買了2000多塊 結果後來發現喔 這個2000多塊並不是單一商家的問題 甚至連國外的商家呢也都有漲價 另外呢還有一些網路上的平面媒體喔 直接有報導到 買暗內破壞神3居然可以做投資 當然這個話題喔聽起來就會覺得說 哇那如果早買的是不是就賺到了 以前在剛買的時候啦 不太確認有沒有牙板會出現 然後他才是原中文版 後來在正時推出中文版之後啊 其實暗內破壞神3就突然有一種被一掃而空的感覺 再加上呢他似乎是所有的版本都可以進行更新 而且呢連中文語言包都可以做更新下載喔 也讓這款暗內破壞神3呢整個身世大漲喔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包括這位朋友的頻道呢 他的直播人數喔 都上看200人喔 這個算是真的非常特別 為什麼要講到這一片呢 現在還是要講一下他的重點 拉回一下主題 主要呢還是因為 買遊戲或者買主機 到底有沒有辦法投資賺錢 這個是針對網路上面這一篇平面新聞要來討論的地方 其實喔這個真的是有一點難度的 像以前羅卡有在玩樂高啊 就拿有一套叫死心的來講好了 這套死心呢在當初還沒有絕版之前 是一萬上下就可以買到 但是呢一等到絕版之後 哇上看兩萬五到三萬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那我就把所有的存款拿去買這樣東西就好了啊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賺飽飽了啊 又或者說像暗內破壞神3會漲價 那我就先去買一堆暗內破壞神3 再來轉手賣 這樣子就可以賺飽飽啦 但是喔這種機會喔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是買便宜喔 或者是要賺錢 這個的難度是比較高一點 所謂的機會成本呢 裡面要涵蓋了時間成本跟隱形成本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呢其實有一點白話文 也就是說呢我們的時間就是金錢 這句話相信大家都聽過 但是呢真的要把時間當成金錢的人呢 應該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是會有點迷思 像某一些吃的可能爆紅之後 就像前陣子的肉丸事件 他突然爆紅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花了可能半小時甚至一兩個小時在做排隊的時候啊 就會發現這一碗肉丸雖然價格不變 但是我們去排隊的成本變高了 嗯?啊不是價格不變嗎?怎麼會變貴呢? 這個是什麼樣的邏輯? 原本我們去吃的時候可能不需要排隊 直接就可以進去裡面吃他的肉丸 後來因為爆紅之後 我們可能要花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去排隊 那大家想一下如果轉換成一個最低的時薪 假設150塊好了 半小時就是有75塊的成本 也就是說呢我們半小時花了75塊錢去多排的這個隊 那有一些人就會講的 如果說我這半小時沒有在上班就是休假就是有空 所以我才去排隊 欸大家大家想一下 其實同樣的半小時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我們可以拿來把電動打破關 把等級電更高 拿來休息睡個覺 拿來看一場很喜歡的電視劇 很多很多休閒活動很多很多事可以安排 也就是說呢這個半小時我們可以創造出非常不一樣的價值 所以說呢我們的半小時正常來說只能有一個選擇 比較少那種可以同時進行的啦 也就是說呢這樣子時間它是有成本的 大家要思考一下這個是一個時間成本的概念 再來呢就是隱藏成本隱形成本的概念 這個概念呢其實蠻簡單的 有很多人會問到說實體遊戲跟數位遊戲呢 到底哪一個比較便宜 這個話題其實有時候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實體遊戲跟虛擬遊戲喔 其實他們兩個啦 有時候你在不同電玩店買實體遊戲價格也不一樣 那數位遊戲也不一樣 因為你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買的喔 價格可能不盡相同啦 所以這兩個真的是有點難以回答 不過呢假設我們把它抓成一樣的價格好了 今天假設我們要買暗黑Prizen 3 實體是2000塊 數位版的我們可能會發現 哇它只要1900塊 這時候呢大家就會看到一個價差出現了 因為2000扣掉1900我們會省下100塊 所以買數位版似乎比較便宜 但是呢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呢安裝暗黑Prizen 假設我們要20GB好了 那我們要不要買一張記憶卡 買這張記憶卡要多少錢 假設我們買一張128GB的記憶卡 那買500塊好了 其中的20GB佔了1.6左右 也就是說呢我們要把500塊扣掉1.6 裡面算出來的價格呢大概是 90塊上下吧 所以呢等於還是便宜了10塊錢左右 這個時候呢我們才是看到了 它比較接近於真正的真實成本的價格 當然這都是一個比喻的狀態啦 這一塊呢相信大家都還會去講到 實體的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分享二手 那這一塊呢就暫時不討論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比較它的成本 接下來要再舉一個例子喔 也是要來講到時間成本的概念 這個時間成本的概念呢其實有很多人會講到 那我要買遊戲呢要到哪一邊的電玩店去 如果說有詢問過羅卡這個問題的 正常來說都會得到一個 離家近一點覺得OK的電玩店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可能我們千里條條的跑到一間電玩店去啦 也許這一台電玩主機加所有的周邊貝貝加遊戲 便宜個500塊好了 可能花了多少時間搭車通勤 再來是裡面的車錢花了多少錢 走了多少路 讓我們少玩了多少時間 有的人可能騎摩托車 有的人可能開車 有的人可能坐捷運 有的人可能坐公車 有的人當然可能是給爸爸媽媽載 或者是坐計程車之類的 每個人的交通方式都會出現不一樣的隱形成本 那當然時間成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我們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 跑到這一間電玩店去購買回來呢 就會發現 哇 而且這個不是一次性的 如果今天遇到一個小小的JerryCon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又想要回去問 這個時候就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了 因為會有第二次的高成本出現 所以呢 為什麼會一直推薦說 如果要買主機的話 就是家裡附近的電玩店買就好了 真的遇到第二次需要啟動一點保固啦 或者有一些想要詢問的東西啦 離家境總是比較好一點 相對的要承擔第二次的這些成本 就會比較小一點啦 最後要講到這一點就是保固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人會問到說 在國外可能看到轉換成台幣之後 發現比台灣買還要更便宜的主機或周邊 有一些東西呢其實會建議在任何地區買都OK 有一些東西呢 尤其像主機這樣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還是建議在台灣購買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價格喔 有時候算起來可能便宜一個幾百塊錢而已 那如果今天真的只有便宜幾百塊錢 我們就把這個幾百塊錢的差距喔 當成一個買保險的概念 台灣地區買呢 其實這個保固啦 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頂多就是拿到台北火車站那邊去 直接送修 或者呢 廠商大大是直接會換新的東西給我們喔 這個保固 也就是一個保險的概念 算是 非常非常的棒 假設便宜五百好了 我們在某個地區買呢 便宜了五百塊錢的Switch主機 那這五百塊 我們把它轉換成買保險的概念 在台灣購買 欸 OK 那這個部分呢 之後羅卡會到國外去 幫大家呢 實際的去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便宜超值的地方 甚至呢 像Amibo 或者是一些周邊的遊戲 周邊的商品等等的 那去幫大家挖保一下 這個系列呢 也會在之後來推出 也期待大家呢 能夠鎖定一下我的頻道 之後呢 會有這個 國外跟國內的一些差異 或者呢 會到某一些地方去尋寶 那如果說呢 原本就住在國外 或者是 原本就常跑國外 對國外很了解的 不管是世界什麼國家 直接就把這樣子的一些資訊 可以提供給羅卡 那可以的狀況之下呢 一定就盡量來去拍這些影片 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最後呢 就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要分享給大家一個 機會成本的概念 不管是時間成本 還是隱形成本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對它有一點小小的概念存在 畢竟這兩個成本 其實是看不到 但是卻很重要的成本 這兩個成本呢 也會影響到 我們買的東西呢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便宜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 就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贊助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